六十岁开始,全面进入衰老期,五个部位或悄悄老化,看看自己有没有,张大娘以前一直不觉得自己真的老了,即便自己已经年过花甲却觉得自己依旧年轻。 直到在今天拎着东西爬了两层楼梯之后,张大妈发现原本一口气爬五楼都不喘气的,自己现在居然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回到家中之后,张大妈走到镜子前,这才发现皱纹已经爬满了自己的脸颊,在那一瞬间张大妈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进入衰老了。 晚上下楼刘温的时候,张大娘将自己今天的经过说给了比自己年长几岁的老姐妹李大娘。 李大娘听了这话之后笑着对张大娘说,很正常,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才发现身体的很多地方早已经慢慢开始老化了,只不过我们现在才发现而已。 李大娘说的话并没有错,衰老作为自然界任何生灵都无法逾越的鸿沟。 坦然面对衰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的事实,不过在衰老的过程中,机体往往会悄悄发生退化,而我们如果可以提前预知这些变化的发生,就可以针对性地做出措施来延缓衰老的进行。 特别是在进入60岁之后,人们总是会发现自己衰老的速度好像陡然增加了。 换句话讲,就是进入了全面衰老期,而此时知道自己哪些部位正在悄悄老化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聊一下,在进入60岁之后,五个悄悄发生老化的部位,年过花甲之后这五个部位在悄悄老化,你有没有重视呢? 提起衰老,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呢?是花白的头发还是满脸的皱纹?如果仅仅只有这些,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进入老年之后,我们身体的很多部位都在悄悄地发生老化。 就比如下面这些,第一个部位骨骼。骨骼是我们身体内重要的支撑组织,但是在步入老年之后,很多人往往对骨骼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事实上,人体骨骼的退化一直在悄悄进行,正所谓人老被先驼。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很多老年人的身高好像要比其年轻的时候矮上不少。 其原因就是由于骨骼的退化,尤其是脊柱骨骼的退化。 脊柱是人体躯干的主要支撑。 为了满足人体前驱后仰的动作幅度,每一节脊椎之间都有追尖盘进行连接,而随住老化的进行,追尖盘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逐渐地变薄。 此时,脊柱整体就会变短,人的身高也会变矮。 而这只是老年人正常骨骼退化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重视,不对骨骼进行保护。 到晚年之后,很多老年人还会伴有骨质疏松的毛病,对运动和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影响。 第二个部位是肌肉。 对于老年人来讲,在步入中老年之后,运动与锻炼的时间相比年轻时少很多,再加上本身蓄业供给系统退化,肌肉的衰退就显得尤为明显。 这一点在生活中有明显的体现。 中老年人腿脚不变,腿脚无力,其原因就是由于腿部的肌肉发生了萎缩退化。 而背部肌肉退化松制之后,其对人体的牵拉作用变低。 老年人整体躯干前驱慢慢就会形成驼背,这也是老年人身高变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个部位是大脑。 所谓大脑的退化实际上就是指大脑内部神经性退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年人的思维会变慢,理论清晰程度变低,交感神经和复交感感神经的敏感度也会有所变化。 这就会导致老年人夜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住的情况。 在白天也会出现记忆困难,记忆模糊等情况。 如果老化持续进行,还会影响到大脑内部神经地质和激素含量水平变化,从而引起一些病理性变化的出现。 比如阿尔茨海默,蒸也就是老年痴呆。 其主要病因就是,由于体内已先胆减和多巴胺两种神经地质含量,不再保持平衡出现了偏差,从而影响了大脑正常功能。 而帕金森病同样是由于大脑神经性退化,导致脑内多巴胺分泌不足,引起肢体抖动。 因此,帕金森还被称之为老年病。 第四个部位是泌尿系统。 相对比明显的外在老化,泌尿系统的病变外人往往很难察觉。 伴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其内分泌也会发生变化。 其中就包括抗力尿激素分泌减少。 再加上尿液浓缩功能障碍,肾脏自身滤骨能力降低。 这就会导致老年人容易出现多尿的症状。 除此之外,膀胱与尿道逼尿基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从而导致尿残余与膀胱溶积变小。 再加上上面,我们说到老年人往往环伴随有神经系统的退化。 因此在夜间,老年人更容易被惊醒。 膀胱溶积带来的刺激也更容易使老年人有憋尿感。 所以老年人还会伴有夜尿增多的倾向。 第五个部位是心脏。 和身体内的其他器官一样,心脏在老龄化的过程中同样会发生老化。 且心脏作为维持体内迸洗的中枢。 其老化所带来的问题也非常明显。 比如很多老年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到了老年之后稍微运动一下就感觉心跳加速。 胸闷喘不过来气,其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心脏退化,导致晚年时血液供给。 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通常。 而血液供给不足会直接影响到肺通气和肺换气,使身体内养分含量供给无法达到要求。 就会出现一些劳累性呼吸困难的症状。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心脊、夜间呼吸困难等等。 Nature研究不同脏气开始衰老时间表。 原来最后衰老的净是它。 大家觉得人体器官的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像我们文章刚开始时说的60岁时才开始的吗? 答案当然不是。 下面我们就借用Nature上一篇关于不同器官衰老时间的研究。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器官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 在这篇文献中提到人体最先开始出现衰老的地方是皮肤与肺。 两者在人体20岁的时候就会达到最佳状态,之后就会开始慢慢衰老。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在生活中很多人20多岁眼角就出现了皱纹, 而很多40岁刚刚步入中年的人跑几步路就会气喘吁吁。 紧随其后的就是人体的大脑,在30岁左右就会开始出现衰老。 据研究显示人体大脑内的神经细胞超过1000亿个, 而这些细胞会在我们生命的进程中逐渐减少。 从30岁开始减少的细胞就会引起大脑的退化。 到了40岁的时候,每天消耗掉的神经细胞更是能够达到上万个。 在往后35岁时,人体的生殖系统开始出现衰老。 女性乳房出现萎缩、低垂,男性精子数量明显减少。 从40岁开始,人体骨骼消耗与补充不再均衡。 消耗开始大于补充,骨骼系统开始退化。 骨骼变得脆弱。 45岁的时候,牙齿和眼睛开始退化。 牙齿对各种冷热刺激变得尤为敏感。 视力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眼部肌肉变得无力。 聚焦相对于年轻时也更加困难。 50岁的时候心脏、肾脏开始出现明显衰老。 心脏向全身供给血液的能力明显下降。 出现周样硬化。 动脉血栓的风险大幅上升。 肾脏泌尿能力变差。 液尿、多尿陆续出现。 男性还有可能会出现前列腺增生等问题。 而肝脏,据目前的研究显示, 其在没有明显外界影响的情况下, 可以到70岁才开始衰老。 研究人员表明, 这可能与肝脏内部, 还有大量的还原酶以及还原性物质有关。 对于这个结果, 你是不是有些惊讶呢? 了解完了身体的老化时间表, 在哪一个时间段应该注重保护哪一个器官 你现在心中有数了吗? 身体老化的进程, 我们无法阻止。 但是科学养生却是我们人人都可以选择的。 了解清楚, 在身体老化的过程中, 器官的变化状态。 制定科学有效的养生措施, 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提高老年生活质量。 所以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